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一週兩見 我是信譜主持Fiona 今天在我身邊就是信譜高級分識員Ricky Hello 大家好 Ricky 這個星期大家的目光應該金睜火眼聚焦在兩會身上 但我作為一個小女孩 我留意兩會國家發展的同事 我當然是留意5月20日這個世界環境有甚麼變化 我就想問一下你5月20日有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怎樣過呢 怎樣發生 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唉 你真的不夠浪漫 我也明白的 因為520香港人廣東話是不理你 我覺得你不理這個日子也好 我表示理解的 但內地不同 內地普通話是和Ini 然後特別是內地人對於傳統有紀念性的日子 是十分之重視的 舊時他們通常都會選520日 2月14日或者3月14日結婚 但疫情怎麼辦呢 原來疫情都沒有了他們結婚的意義 你看一下全國不少的各地的一些散粉 一些婚姻登記處都排了長龍 真的好像我們驅選那一陣子 即是無論排多少都好排多久都好 都不會阻止到他們要去拿這張結婚證 真的厲害 想不到這麼多人 但我就在想 你現在結婚完結婚 剛才也說內地那邊很傳統的 你拿完婚姻登記證 你要擺酒的 你要收人情 你又不擺酒 那現在就不能收人情 對呀 算不少 對呀 要不就想 要不就可能他們現在 新世代 我們年輕一代 要不就不擺酒了 但我不相信他們那麼耍脫 要不就可能 疫情過後有一個報復式的擺酒 會不會呢 應該有報復式的收人情 要不就我們用生意的角度來看 對呀 所以如果你是做酒樓的 就千萬不要倒閉著 對呀 頂住 對呀 頂住 所以現在這麼喜喜揚揚 最近美團的股價都十分喜喜揚揚 現在破頂 除了Amazon Facebook這些破頂 我們美團也破頂 對呀 值得慶賀 因為星期一 恆子服務公司都說 與其不同團的股份 都應該有很大機會 入到恆子成分股 美團其中大家都是一個焦點 基於有機會染藍的情況下 大家都買好貨 就先數定上去 另外呢 下星期一 美團也會公佈季度業績 受到疫情的影響 令到美團 大家都猜 美團的首季的2B 大家都會有盈轉規 大概9.5億元人民幣 總收入大家估計都會下跌 按季跌就大概3.5% 最佔它最大份的外賣收入 基於疫情的影響 也會大概跌34% 在疫情情況下 旅遊基本上 大家都封了城 所以旅遊的收入都會跌大概50% 雖然市場都預計 首季 美團的業績差 但是對行業前景都比較樂觀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根據中資行 有一份最近出的報告 預計今年的參與規模 都會比去年都有一些微升 但是如果project到2024年的話 它更加會由上年的4.6-7萬億 大幅上升到7萬億 明顯大家都對美團這個故事 依然很樂觀的 過往大家都說過很多 為什麼看好美團 有很多為什麼的原因 反而很少看美團 過往有什麼股東 其實已經買了美團 在未上市之前 其實除了騰訊 這個 一直是一個美團的好夥伴 就入股之外 其實原來阿里巴巴 也早就入股 之外 除此之外 還有 新加坡 新加坡的淡馬石 也都很早很早入股 除了這些 比較亞洲區內的 知名的基金 甚至是一些 平台型的股份 已經入股在美團之外 原來 美國 Google 一早都有入股去美團 在2007年 Google 已經扔了400萬美金 入股去美團 如果以現在市值來計 Google 其實在股值計 應該賺了很多錢 簡單來說 他的股東團 當然是升光入入 簡單來說 這些當然是 大眼色股 還有你看看 阿里明明有一個 鵝尿摩 是他的競爭對手 都要入股 連大眾點評 本身也是他的競爭對手 現在又說要有一個戰略伙伴 即是 認證南非前總統 曼德拉說 如果你要和敵人和好 最好就要攜手努力 這句話就檢查了 我也覺得這個是自理名言 無論是做人做事 或者看這些 他們已經是 即是 即是沒有運動的就是人 沒錯 好 坦白說 如果看回美團的股值 大家經常都說ATM AT 即是阿里巴巴和騰訊 其實現在的小小率 即是PS 大概是8倍左右 相對地雖然美團股價升了不少 但是他的預期的PS 其實只有6.1倍 大家不要忘記 8月就很大的機會 美團會染藍 加上他的收入的增長速度 是遠比阿里巴巴和騰訊快 所以未來其實美團 其實有機會有一個追落後的空間 去回 即是大家ATM同一同級 即是不去8倍 當你去到7倍 都已經很和美 即即是現在是破頂也好 都是屬於抵買的 對 其實相對地比阿里和騰訊 比較低 即是比較便宜 當然 都要視乎市況的表現 萬一市況是有什麼不同 當然 大家的股值都會向下縮 但是如果股市繼續欣欣向榮 大家向好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美團的股值可以升到上去 騰訊 甚至是阿里巴巴這些 大家得到8倍的水平 其實現在美團衝到這麼高 其實大家都未必真的看很多它的業績 都是衝勁它染藍 不過剛才你說到市況不明 下個星期也有一個數據出路 可能也不知道會不會引起這個市況不明 是啊 就是因為擔心這件事 下個星期 美國就會出一個叫內用品訂單的數 那麼這顆一向都 過往來說都是一顆大數 那麼 上一次 那麼 美國大家都明白 受到疫情的影響 上一次其實內用品訂單已經急跌了15.3% 那麼 市場預期 即是 下個星期四公佈的那顆數 就會下跌18% 那麼其實美國經濟的情況 大家都明白 已經是相當之不好的時候 那些分析員呢 因為看到經濟數據差 那麼就不斷在那裡 向下調整 那個會股盈利預出 那麼 那麼 結果市場又升了 但是會股盈利預出又下跌 那麼結果 導致什麼呢 就是看到下面的幅圖 那麼其實現在呢 那個預期的市場 其實應該去到23.6倍 那麼 那麼 遠比在未起大跌之前呢 就是低於20倍 為之高了很多 那麼其實 就是 就是很容易 就是很離地 簡單來說 就是很堅離地 真的堅離地 那麼 所以其實有什麼風吹重路 尤其是 有些數據 有些差池 其實都足以可以令到 美股向下跌 那麼 那可以做膽倉嗎 你覺得現在 那麼我覺得 如果我要沽道志 是不是三口那麼大膽 那麼 但是老實說 沽呢 你說一拙讀 我要沽爆它 那麼當然不好 那麼 為什麼呢 譬如好像就是 今個禮拜發展 大家都知道 就是星期一 因為一個疫苗 那麼有機會 就是短時間內 可能出場 說疫苗會有嚇 那麼令到 導致 就星期三已經 升了九八點 然後全球股市 就欣欣向盟 但是 第一 就說 有些消息就說 其實那個圖片零太小了 運水摸魚而已 其實那間 這些就見人見智了 有些說 其實他那份報告 其實是 因為你說的 這些營業報告 其實你要很多的數字 但是好像說 他的份報告 是比較多文字的 就是數據不足 是啊 所以都好 還有他最重要 就是之後有些抽水活動 是啊 所以就是 希馬超之深 是啊 所以第二天 不單止是 傳球股市 都馬上跌下來 但是第三天 就覺得 星期三 就覺得經濟重啟 然後有機會 很大的機會重啟 由菊回到道指上去 傳球股市也都升 所以你說單邊做淡 或者單邊做 其實我也覺得 大家要小心 要比較有些 機動性的走位為主 那麼當然 就是剛才所說 內容品定單是一顆 比較大的數字 來的 那麼不單是會影響到 美國股市 就算是香港的 有些股票 都會受影響 譬如大家熟悉的 藍籌股 創科 創科 創科只要出口 一些電動工具 去美國為主 但是大家看到 美國經濟數據 已經很差的情況下 那麼分析員都不斷 已經向下調整 創科的 會股營利預測 那麼也是相同的情況 就是 早前 創科的股價跌到下去 低位的時候 人們開始掃高 加上市場 氣氛改善 那麼創科的股價 直至現在都 不斷在這裏反彈 那麼但是 因為會股營利下調之下 那麼創科的市場 其實已經比未來跌之前 已經是遠為之高的 那麼現在大概是24.6倍 所以如果真的有什麼情況 就是美國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 其實創科啊 因為這些其實是 直接受到 直接是 因為美國的經濟影響 而受到 左右到它的股價 那麼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而且你見到它的走勢 都好像回到疫情前 是啊 而且這隻股其實好像 都比較受到 一些美國房地產市場 比較敏感一點 是啊 你見到現在失業率又這麼高 是啊 你見到大家 見到美國的失業率 都去到14.8% 這個只是一般的失業率 如果計算一些不夠時薪 即是不夠兼職做得多 那些都計算那個失業率 其實已經去到22%左右 那麼你失業率又這麼高 那就更加不會有人買得起樓 那麼 不是的你看看我們香港 就算失業率有20萬人 會做得好 我們的樓價都是創新高的 是啊 大陸都有副鋼 但是美國不是那麼多副鋼 對不對 所以 如果美國經濟是有什麼風吹草動 對於這些出口股來說 其實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買樓就買金 上一集我和你做的時候 不是說中國大媽掃金 是啊 他們真的很聰明 趁現在金價升了 馬上就沽了那些金 挺和美的 是啊 我都叫我媽媽 千萬不要把我的假裝 假裝買了去 要買多幾件 是嗎 現在可以買 你覺得 調整一下 我覺得買的 始終都是 有賣物玩 對 阿女的終身行方 阿女的終身行方 在這裡 媽媽 聽到了媽媽 記得買金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